裝完之後你可以隨心設置充電上線 只需要在中端敲下這行命令 OK 電池充到80%就自動剎車 我一直有個疑問 iPhone明明可以設置充電到80%就停止充電 Mac上卻找不到同樣的設置 這不合理呀 同樣連線的Mac 有的電池健康度還在90%以上 有的已經掉到80%多了 說明問題不是在機器 而是在用法上 關於怎麼充電 有一大堆都市傳說 不能邊充邊用 電池要放空充才好 這些說法到底有幾分真假 有沒有人認真研究過 這期視頻我準備了5個最常見的Mac充電問題 全部都不是瞎猜的 是根據蘋果官方說明 以及全球公認的電池技術網站 BU的研究 通過幾個簡單的設置 幫你最大限度延長Mac的電池壽命 不要花冤枉錢換電池 如果有錯誤的地方 請找他們不要在評論區怼我 話不多說 讓我們Let Go 先回答大部分的理論 Let Go的電池是否需要管理 答案是要廣 也可以說不太需要管理 怎麼講呢 電池這個玩意 本身就是有壽命的 不是讓你從出廠用到下一代 不管你怎麼使用 怎麼愛惜 早晚都會慢慢老化 它跟電腦其他零件隨先報廢 還真不好說 要管的理由很簡單 用對了方法 就能讓你的電池多砍幾年 畢竟一台幾千上萬的Mac電池健康 不光自己用的耍以後賣二手也能多掛一些 那為啥又說不用太廣 因為大部分時候 MacBook自己就幫你智能管理了 你該充電的時候就充電 該用電池的時候就用電池 比如糾結什麼用到關機再充這種奇怪的操作 咱們正常用問題都不大 Mac可以插著電源一直用嗎 我先問問大家 你覺得MacBook是一直插著電源充電 還是電池用到快沒電再去充 哪種對電池更好 答案是一直插著用 而且如果你把MacBook當作台式機一直插電 反而是更推薦的用法之一 現在的MacBook 早就不是10年前那種弱智的電池管理了 MacOS上有優化電池充電 和管理電池壽命這兩個功能 能夠幫我們智能管理電池 優化電池充電類似於日常條理 它能夠聰明的調節充電策略 大部分情況下電池充到80% 系統就自動停充 直接靠電源適配器供電 就跟燒水壺燒到100度會自動跳砸一樣 不用擔心它燒到120度 管理電池壽命相當於長期保健 系統會監控電池的溫度、力矢和充電模式 在後台限制分值的充電容量 這個設置在Intel的Mac上可以鎖動關閉 在M芯片的Mac上默認是開啟的 所以根本不存在什麼過度充電的問題 反過來電池充滿後不再反覆的充放 循環次數幾乎不增加 不僅不會散電池 還能無形中幫助電池延長使用壽命 電池充就完事了 為什麼優化電池充電是充到80%不是90% 首先咱們來看看BO做的電池實驗 當節離電池充到4.2V 對應電池的100%容量 但代價是循環壽命只到300-500次 如果只充到3.85V 大概只有60%的電量 但循環次數直接飆到了2400-4400 電池直接一塊傳三代 實驗的結果就是電池的最佳充電電壓 大概就是在3.92V左右 對應65%的電量 不同廠家可能會有的很小波動 但是大概就是在這個附近 為啥是3.92V呢 因為電壓往下壓還能續命 但繼續壓 續命的收益就沒了 反而續航的焦慮就要爆表 簡單說就是電池充的滿 爽是爽 命短 充的少一點 電少一點 但是能長壽 這時候聰明的小夥伴就好問了 那為什麼iPhone和Mac只把優化電池充到80% 而不是更理想的65% 答案其實也很現實 電壓和電量的關係65%本身就是個估算 啥電池型號啥配方啥工藝都會影響這個電量的數值 第二 廠家還得兩頭顧著 既要電池活得久一點 又不能讓你用著一天三充 你想啊 要是直接給你鎖在65% 電池活是活了 但續航直接砍一刀 大手就少了三分之一的電量 庫克也怕你們天天去問候他家人啊 What an amazing day 所以啊 穩妥起見 大部分廠家都是定在80% 電量夠用 壽命也能拉一把 算是續航和耐用之間最現實的平衡點了 使用Mac很久時間了 他還是無法自動充到80%就停止 有其他辦法嗎 大部分出現這種情況 都是用電腦特別隨性 充電時間又不規律 系統就需要很久的時間 學習你的習慣來控制充電上限 這個功能就得學很久很久很久 就到你直接放棄 所以穩妥起見我建議直接動手 推薦三個神器 幫你直接控制電量上限 而且比系統靠譜多了 使用之前 記得先關掉優化電池充電 首先 Battery toolkit 適配M芯片 功能強大 開月免費 已經可以滿足90%的人了 裝完之後 你可以隨心設置充電上限 比如電池充到80% 自動停充 切換電源適配器供電 等電池掉到75% 再自動開充 要是出門在外想充滿 臨時一鍵開到100% 考慮電池健康 也可以臨時充到80% 甚至連電源線都不用拔 直接在系統裡斷開電源 還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小功能 可以通過MagSafe的指示燈 來判斷充電的狀態 站在充電 燈閃爍成色 充電暫停 燈就燦亮成色 電池滿了 變成綠色 電源被禁用了 燈直接熄滅 這變化的燈光 讓我想起了另外一個燈場 另外一個被選 BUT 同樣功能 同樣開月免費 沒有任何介面 只需要在中端敲下這行命令 OK 電池充到80%就自動煞車 想臨時解開 打上這條命令 直接恢復充電到100% 查看電池和充電狀態 打上這條命令 具體的功能描述 這裡就不多說了 大家可以暫停觀看 最後 如果你手頭是Intel芯片的Mac 那就看看AI-Dent 很多博主都做過推薦了 免費版就能限制充電上線 付費版還能解鎖各種控制 加上還有一些超酷的充放電圖表 還是老規矩 上面三款APP的資源 我都放到評論區了 歡迎小夥伴自取 SIMA的Mac需要完整的充放電來激活電池嗎? 很多小夥伴拿到Mac都在問 要不要先來一波完整的充放電激活電池 答案是不用 真的不用 這種先放空再充滿的做法 不但沒有好處 反而會傷害電池 還是看BO給的數據 重軸是電池還能留住多少粗食容量 橫軸是充放電的次數 每一條線代表一種不同的充放電範圍 黑色充到100% 放電到25% 衰減速度飛快 電池掉的比我頭髮都還快 橙色充到75% 每次只用掉10%的電 電池壽命長的離譜 但每天都得小心翼翼 動不動就得充一次 實在太折磨人了 藍色充到75% 用到25% 中庸指導 壽命和使用體驗都還算能接受 當然啦 實際實驗中電壓和電量的換算 會有一點浮動 咱們不必死顆數字 最靠譜的策略 就是在20%到80%之間淺放淺充 你要讓我每天在65%到75%之間操作 對不起 我先保命吧 電池活的再久 也沒有我的時間重要 這裡聰明的小夥伴可能就要問了 讓我立向操作 電池在保修期前 是不是就可以很快低於80%了 接著就可以去 阿祖 我勸你早點收手吧 OK 以上就是今天視頻的全部內容了 如果覺得對你有幫助 記得點贊、分享並訂閱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繼續更新的動力 我是Barry 讓我們下個視頻見 出現